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个BBA最难卖的系列 其中有一期说到奥迪Q2L为什么难卖 很大的原因就是人们在考虑买一辆入门的奥迪的时候 想到的总归是A3 Q3 他们压根就忘了还有Q2L的存在 这种情况或许也发生在韩系车身上 10万元家教大家总是盯着轩逸卡罗拉 可能压根就忘了还有Q2L的存在 但是对汽车行业稍有认知的朋友一定知道 现代Q2L集团在全球的销量可是仅次于丰田大众 雷诺日产30联盟的第4大汽车集团 他们的产品真的比不过轩逸卡罗拉吗 欢迎收看本期的好车发现试之 你们都快忘了的韩系车 我觉得没那么糟 大家好我是金安小旋风 想要在欧美成熟市场站稳脚跟 核心技术和可靠品质是必要条件 所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是我对韩系品牌的第一印象 每每我们讨论家用车 总是说德系猛日系省 那么韩系有什么特点呢 奇亚K3的高配车型 提供的是1.4T的动力 那套发动机曾经获得过沃德10家发动机 百公里油耗可以做到5.3升 这就和日系的那些竞品 基本处于同一水平了 出乎意料的是它的动力表现 211牛米的最大扭矩 相比轩逸和卡罗拉都要更强 根据官方的数据 它的最大扭矩转速区间 可以维持在1400到3700转 相比轩逸和朗逸 K3的扭矩平台更加的宽泛靠前 那我们这台试驾车 是一个次低配的时尚型 它给到的是一个1.5升 自然吸气的发动机 动力稍稍弱一点 但是性价比会更高 恰好这里的山路弯道挺多的 刚好上车感受一下 如果用4个字来总结 我对K3的驾驶感受 我觉得就是零动好开 它的车身不长4.6米多 轴距2.7米 所以在入弯出弯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身姿很灵巧 停车也比较方便 第二点就是它的发动机 马力虽然不大 但是和CVT的结合 把动力衔接做得非常聪明 整体在中低速的时候去持续的加油 它的动力都是非常的顺畅 没有什么中断的 比如说我现在再给一脚油 它动力输出非常的直接 我觉得作为一款家用小车 这样的动力表现已经非常够用了呀 第二点就是关于它的转向手感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精准的 转向存在一点点虚伪 但是对于日常驾驶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调教 那第三点 我觉得NVH方面 这款车做得还是不错的 相比较于我之前开过的一些 大众的低配车型 比如说像捷达的一些车 那个车虽然便宜 但是NVH相比K3来说 真的是没有办法比的 我觉得K3这方面还是做得不错的 我觉得开这样一辆小车 比较轻松 没有负担 马力不大 好开 周末的时候 在江浙湖周边玩一玩 跑跑山或者在湖边 这样开一开 还是挺轻松惬意的 韩系车的设计呀 一直被大家津津乐道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是 奇亚的总裁 彼得·西瑞尔 其实是一个德国设计师 之前呢 任职于奥迪 他在奇亚的这十年 确实为产品的设计实力 带来了明显的提升 但是有很多网友调侃 K3的前脸 看起来非常有马沙拉蒂的气势 那么这个呢 就留给大家去打分了 韩系车早年出入国内市场 就收获好品 很大程度上靠的就是性价比 那么新K3呢 同样延续了这种传统 比如我们以轩逸为例 就算它的次低配 在优惠之后的价格 还是要比顶配的K3更贵 那K3在更便宜的基础上 配置却是全面胜出的 比如说 L2级 驾驶辅助 倒车雷达 感应的后备箱 以及咨询的远光灯 这些都是K3有而宣移没有的 再看中低配 K3和宣移和伊兰特相比 后排支持 比例放档 中控屏幕更大 还有车载空气净化器 倒车影像 还有巡航功能等等 也都是中低配就可以买到了 我觉得这对于10万元的 家用车来说 才是货真驾驶的竞争力 顺便提一句 2021款的K3 在今年6月份完成了改款 那么它相比2020款 配置又升级了不少 比如座椅 加热通风 手机无线充电等等 堪比豪华车的功能 也都提供了选装包 K3虽然是一个 10万元级别的小车 但是要论高级的功能 也是应有尽有的 合资品牌的产品 配置竞争力 可以和自主品牌一拼 能够在欧美成熟市场 站稳脚跟 并且常年在 竭力怕我满意度的排行榜上 排名非常靠前 韩系车的产品实力 还是不可否认的 只不过是这几年 在国内它的宣传势头 我觉得是被其他品牌 给盖住了 所以说很多消费者 在竞品对比的时候 压根就忘了 还有韩系车的存在 但是这几天试驾下来 我觉得K3相比 它那些日产 丰田大众的那些竞品 你说它差在哪里吗 好像还真说不上来 总之我觉得 10万块钱买家轿 真的没有必要 一直盯着 轩逸卡罗拉 这一两款车去看 其他K3也是非常值得选择的 也可以把它列入 考虑清单对不对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在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